重庆市北北区的原中共区委书记雷振富涉嫌受贿案 和重庆商人萧叶赵洪霞等人涉嫌敲诈勒索案 目前已经侦查终结 检查机关正在审查起诉 但是中共官方声称 雷振富是受害人之一 大陆人士对此质疑 当局此举是要打击民间反腐热潮 也就是向外界表明 共产党反腐是不容外人插手的 据了解 伤人赵叶等人操纵赵洪霞等女员工 色诱重庆本地官员 并偷拍他们的性爱视频 以要挟官员 去年11月23号 重庆市委决定撤销不雅视频中的男主角 重庆市北北区原区委书记雷振富职务 并对他进行立案调查 今年1月 重庆市委又宣布 免除10名重庆市高级官员 及国企高管的职务 是涉及此案 而受到处罚的官员人数 上升到11人 据中心社报道 重庆市委有关工作人员表示 雷振富案和赵洪霞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涉案的其余10人扔在调查中 当初曝光不雅视频的是 中国调查记者朱瑞峰 朱瑞峰认为 赵洪霞不构成敲诈勒索 但可能构成商业贿赂 利用自己的身体去贿赂雷振 等10名官员获得市政工程 雷振富所受的刑罚至少应该跟赵洪霞同等 5月2号人民网通过官方微博表示 重庆不雅视频案两名受害人 共计被勒索500万元人民币 其中一人是北北区原区委书记雷振富 被勒索300万元人民币 而另一人也是官员 但没有透露这名官员的身份 朱瑞峰表示 当局对不雅视频中的女主角赵洪霞是未审先判 因为赵洪霞等人在2009年已经被刑事拘留 重庆公安局却没有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公安局涉嫌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另外 曾因为朝晓伯系来被劳教一年的 原重庆市林业局官员方红认为 事情过去4年在起诉赵洪霞是一种非法程序 因为仪式不能两罚 现在因为视频曝光了又来追究他 实际上就是一种公权报复 1月27号 重庆警方突然到北京对朱瑞峰进行恐吓威胁 朱瑞峰表示他感到中共当局不希望他作为反腐先锋 而方红认为 重庆当局不会处理全部的涉案官员 而且从当局起诉赵洪霞可以看出 重庆还在维护中共一贯的独裁统治 方红还表示 重庆市新领导人孙政才 实际上跟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和前副市长王立军在任的时候差不多 只是薄熙来和王立军他们过故嚣张张扬 对这种大事实独裁品质 名无章谈的鼓吹 这个新领导人他就是说 我只做我不说 他因为他设计了整个中国的政策体制 本身这个体制他就是这样 你如果追究了雷政府 那么还有张政府啊 这是他追究不完的 除非他整个共产党垮台 5月3号中心社报道说 雷政府被起诉的理由为涉嫌受贿